中超综术,四大强队苦苦挣扎,大黑马加入宝级阵营中超第17轮全部结束,争冠军团依然争夺激烈,四大争冠球队国安,鲁能,上岗,恒大的排名没有变化,但恒大意外输球,拉大了同其他三强的差距,接下来,恒大的赛程比较艰难,如果再输一两场,恒大很可能会无缘争夺连赛八冠王, 最意外的莫过于两大传统豪门国安和鲁能实在是太稳了,看不出关键时刻要掉链子的态势,尤其是国安,强大的进攻可以让他们继续稳坐防守,争冠四大豪门七投并进,但还有四大强队却掉队了,他们都陷入苦苦挣扎的局面,那就是天津全剑,河北华夏幸福,广州复立和上海深花,这几支球队有什么共同点,都是强队, 上赛季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,天津全剑,河北华夏幸福,广州复立在上赛季排名第三,四,五位,是争夺亚冠资格的强有力竞争者,而神花是上赛季足鞋杯冠军,这四支球队都希望在本赛季取得更大的突破, 比如全剑就喊出了比上赛季进步的目标,河北华夏幸福居高不下,的投入展现了他们的野心,但天津全剑三轮不胜,目前排名第八位,广州复立两连败,排名第九位,他们甚至在客场三球完败将级大热门大连一方,上海深花五轮不胜,排名第七位,投入巨大的河北华夏幸福, 终于取得了世界背后的首场胜利,排名也只是第十一位,四大强队苦苦,挣扎,四大强队争夺亚冠资格也掉队了,至于降级区,贵州横峰再次输球,十起轮过后只拿到八分,距离倒数第二名,都有七分的差距,他们很显然就是降级的头号热门,至于另一个降级热门,重庆,大连,河南建业都很危险, 而本轮比赛结束后,升班马北京人和也要加入保际阵营了,北京人和是第一阶段的大黑马,一度稳居积分榜中游,但四轮不胜后,他们只领先倒数第二,的重庆4V6分,形势突然变得很危急,人和急需胜利来找回之前黑马的感觉,一下是本轮比赛综述,17轮最后一场比赛,北京人和主场3比3战平天津全剑, 整体来说,全剑上半场发挥出色,而人和下半场绝地反击,视频裁判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,两次进区内守球引发不少讨论,当然,视频裁判也立功了, 刘健的爆破性手机动作被视频裁判明察秋毫,联想到恒大外援阿兰竞赛8场,刘健会追加竞赛几场呢? 这对于北京人和来说无疑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,这段时间球队最大的问题就是防守,等来了刘健的付出,却没想到是这样的结局,之前进行的其他几场比赛的比分为, 长春亚太三杠二广州恒大,上海上杠二比零上海深花,重庆四威零比二山东路能,大连一方三杠零广州富丽,天津太达二比零河南建业,和北华夏幸福一比零贵州恒丰,北京国安三杠一江苏苏宁,本轮共打进二十五, 求穆谢奎的帽子戏法,吴磊独霸中超历史社首榜,董学生,谭龙,杨旭等等土前锋的爆发都是本轮的亮点,中超级分榜如下。